刘强东在惹麻烦京东重量级项目被爆剽窃 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 因在美涉嫌强奸遭调查后麻烦接二连三 近日京东集团TGLAB开源项目Containers在被爆因剽窃 遭原作者愤怒控诉广告创业邦杂志官微 9月30日趁一名开源项目作者发文 痛是京东集团TGLAB开源项目Containers抄袭其原码单位添加 引用说明这名作者趁在联系到京东集团相关负责人 后京东集团的效率非常高 在稳住我的同时偷偷让程序员修改一些明显参数名 然后批评我不该发到网络 随后这名作者贴出京东集团扫除痕迹的Commit证据 说自己不愿与京东集团闹僵 只是对其行为表示愤怒 近期京东集团或不担行 麻烦接二连三 首先是刘强东赞美设一级强暴重罪 根据美国明州当地法律 一级强暴罪被定罪后刑期 至少12年起有怀疑刑案律师说 刘强东遭起诉的可能性超过90% 若起诉的话会涉及重新逮捕等问题 刘强东丑闻导致该集团股价暴跌 市值蒸发9月25日中国社交媒体 又出现了一篇网文 举报刘强东的亲属在京东集团内部涉嫌强奸 女下属等 中文集团内部涉嫌强奸 中文集团内部涉嫌强奸